台福音聲明 使節連結ius 台北中規則 國建塾從來沒有把空汽圖鑽當成 它應該要處理的一個議題 到今天為止 雖然世界衛生組織說 雖然聯合國說 空氣污染是 所有的疾病負擔裡面 唯一個人沒辦法去 預防的 一個最大的 可以預防的一個疾病 空污病 聽清楚喔 空污病是 唯一個人沒有能力去預防 但是是如果預防是最有效益的一個疾病 那這個 國建署到今天 在他的所有施政裡面是沒有這一塊 雲雲先生可以給他蠻多的證明 一天到晚跟他要什麼 要一百給一塊 要來做這個 他就是不要啊 他要去做那個個人 比較有關係的一些 可是世界衛生組織說這個就是政府要去做的 哪幾個病啊 第一個病就是 心臟跟血管的疾病 我至少有30篇的 paper 都是台灣人身上發生的 很厲害沒有人要點 通常沒有 知道 台灣的心臟醫學會 一年多以前 請我去 這一次的台灣醫學會 也是像這樣 那我們台大醫院立任的院長都坐在那裡 聽說詹教授 我們真的不太懂 PMRD 所以我今天要來聽你講什麼 那我就把20年來 我在台灣各地 從北到南 我做過的 研究的地名 在國際上 常常都是以一個英文的名字 或者甚至沒有名字 為了我們國內講說 我在竹山我做過 我在湖裡做過 我在台中做過 我在雲林做過 我在林園做過 更不用講我在 這個 麥寮跟台西做過 我們 我們談治理我們國家出現的一些問題 就是國家在訂任何 指引標準的時候 沒有用到我一點點 我上面都講得很清楚 濃度多少就會有多少 讀不懂也沒有來問 根本講說從來沒有 不需要問他們 覺得說 你們國家政策是這樣訂的 很奇怪耶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個 治理上 如果要去看那個健康 這個是大家要知道 所以 心血管疾病 中風 肺部的阻塞性結疑病跟 癌症 這四種 我都有研究 那最新的研究就是說 我們的 台中以南的這幾個地方 我剛剛講的這四種病 再講一次 中風 心臟病 肺 還有 肺癌 四種而已 空污病是比這四種還多 我們只先做這四種 這四種裡面 最 南部的這些人 五個 五個 有這種病的人 有一個就是空污遺跡 台灣醫學會雜誌要發表 這個是跟世界 同步的叫做 疾病負擔 這嚴不嚴重 當然嚴重嘛 所以你看到50歲 不抽菸 不喝酒 沒有不良習慣 中風死亡 那就是空污病 你去想想看 一個壯臉的人 他沒有不良嗜好 可是他會這樣子 所以 這個是 如果全台灣看起來是這樣 南北的不平等很清楚的 你知道今天我從台北這樣下的 進入台中以後 空氣就不一樣 來到這裡 你看整個 雲林 往嘉義 一看 這整片就是這樣 有是嗎 所以92年開始 肺癌就是第2位 到102年 男生女生肺癌都是第1位 簡單講 不是肝癌 不是肝癌 台灣的國病是肺癌 不是肝癌 這個 5個 死於癌症的一個是肺癌 女生 6個死於癌症的 男生呢 一個是肺癌 世界第1啦 這種比例 非抽菸的 這個都是非抽菸的為主 褪憲啦 很多名人都是啦 幾千篇 文章已經告訴我 PM2電腦就是致癌物啦 一個政府的不作為 讓空氣中充滿了致癌物 這是無能的政府 怎麼可以呢 早上 不是要早上起來 24小時都要吸這個致癌物 這是很丟臉的 所以只有 越低越好 不可能做到零 那就要做到越低越好啊 否則政府存在的目的在哪裡 連基本的乾淨的水 乾淨的空氣都沒有 那樣的地方 值得住嗎 6千我做最多 10公里 20公里 30公里 我想這個是處長 第一次看到這個 環保署早就應該看到我這樣子 同來不會叫我說你要不要專案去報告一下6千 我6千年來做了什麼 第一次做的時候 就用死亡率 的資料 做出來說 6千來了 到2004年 大家看看 2009年 當我發表這個的時候說 到2004年為止 6千來了以後 跟6千來之前 這幾個鄉鎮 他的癌症都增加 到2004年為止 越接近 6千的地方 癌症就越多 熔煙似水 是有毒的煙 在我們 雲林 2009我發現 說到2004是這樣 2009到現在幾年了 6年了 有什麼Action 沒有 環保署掌管 這個環境影響評估的 到底來了幾次 要不要看看當初環境影響評估錯了 錯在哪裡都不用來 都在台北開會 都在聽 廠方的一面支持 6千本來要到宜蘭 對不對 他沒有去宜蘭來到我們 我們這裡啊 我一樣啊 6千來的時候 到2007年 你來看看 這都是環保署 通保署的資料啊 台西跟宜蘭的東山 你看那個面積就好了 本來兩個面積 本來就有一點差別 後來呢差別越大 有沒有看到 就這樣 可能這樣 到後來這樣 你就是知道空氣變了嘛 空氣差這麼多嘛 這個減這個 就是台積被6千惡化的 這個減這個 就是兩個線 每個線民每天 每分鐘每秒鐘 吸的空氣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呢 壽命少了一歲啦 到2007年現在還在擴大當中 現在又增加了7年喔 在這7年內 以我的估計 每年啊 都以零點幾 所以差距再放大 所以我們是在跟時間競賽 我們講的什麼 見死不救 我們現在在見死不救 鐵石新廠 鐵石新廠 見死不救 每天都在殺的 所得有沒有增加 沒有啊 到了2007年 兩邊的所得 你看雲林還是 21萬9 這些23萬1 有沒有帶來好處 請問 工業發展有沒有帶給雲林好處 沒有 沒有 要不要看空氣怎麼變 一樣 環保署的資料 黃色的 六七有沒有來 沒有啊 93年 你看 六七是不是蓋一半 有沒有開始營運 沒有 1999年開始營運 對不對 台西的空氣 可以灌六七嗎 不可以嘛 最高的 汙染都是從東北方吹過來 2001年六七 已經一半在營運了 對不對 北部的廠區啊 SO度 高的都從正北 准不准 雖然環保署 環保局 設了很少的站 但是從很少的站 你可以看出來 空氣變了嘛 2015年有沒有全部 營運了 有啊 最高的營運期 忽然玫瑰爐有沒有告訴你 更大了 空氣變了啦 不要告訴人家 空氣沒有變 合法 沒有用了 繼續講這個 這個 人民即使被你騙了 聽得下去 他身體上的細胞 是沒有聲音的啦 他都在吸這些東西 這個 三種風向 紅色的是 六青奶的風 綠色的呢 是 山邊奶的 斗六 骨坑奶的風 藍色的呢 是海風 你看 六青奶之前 這兩條線有沒有 合在一起 六青奶的時候 紅色的有沒有 跳起來 六青奶之後 更大的時候 這個夾的面積 就是污染造成的 白天嗎 晚上嗎 24小時 24小時 每一個小時 溶度都差這麼多啦 我們讓台西人 每分每秒在吸這個 今天還是啊 我們不動一周 我們沒有人要去看這個 我們說我們給他的 一萬六千多噸的 每年的SO2的排放 可是呢 超過三千噸 台西人就開始受害了 那我們說我們合法啦 合法殺的 合法殺的 怎麼可以不改呢 雲林現在算這個總量 環保俗塞算的總量 合法 十幾年前很差的 模式說這樣就可以 現在告訴你 不可以啦 都不改 他踢他的 他踢皮球 送給他 你們就繼續開會 送給他 每年每分 我們的官員都在殺了 不用 這個是 輪背跟台西啊 有沒有輪背比較高 有啊 六七奶的 紅色的 台西變差這麼多 合理嗎 美國是75啦 早就超過啦 我們改不改 環保署有跟我講過會改 我不知道已經改改 我們還有多少你知道嗎 250 合法殺人 我要講的就是這樣 兩百五十什麼時候訂的 二三十年前訂的時候可以 我們法規就是這樣 我們就遵行這個法規信賴原則 給廠商繼續殺人的法律保護 這是什麼政府 我講的很多事沒有人要找我去開會說 欸 我們找一下時候你是要改的 我們怎麼會有這樣政府呢 好啦 用資料不足那就到社區嘛 3230個人啊 這是小孩子 高鋪路的跟低鋪路的 210個高鋪路的 370個低鋪路的 氣喘 0歲到4歲增加了1.64 過敏性鼻炎 0歲到4歲 0歲到8歲 0歲到12歲 不是增加3.5倍就是2倍 支氣管源 增加了3倍 增加了2倍 可以看你一直幹 0歲到4的 0歲到8歲 所以SO2變了 那邊的小孩子就不健康啊 200到2014一樣的 SO2我已經說過了 高濃度 尖角的 都是從這邊來 NOX 尖角的 都是從六親來 還逃得了嗎 這都是我們的監測站 PM2.5 高濃度的 是不是都從北方啊 這是高濃度 所以 我們就看到癌症 剛剛講了 最接近的A區這兩個項 B區 C區 也跟C比起來 A跟C比起來 所以呢 癌症的發生 增加了 1.55倍 1.55倍 一個比C型肝炎增加2.4倍 一個6親汙染1.55倍 他讓 相當讓 這兩個鄉的所有的人 這60歲以上的人 沒有 沒有染上C型肝炎的 也用空氣汙染 讓他跟 染上病毒一樣的治癌 嚴不嚴重 當然嚴重啊 可是呢 見死不救的 到處都是 60歲以上的女生 2.14倍 有沒有看到 就是 空氣汙染在雲林林海地區 造成居民癌症的 強度呢 跟C型肝炎一樣強 北人有C型肝炎全台灣各地 可是他沒有留情 合理嗎 這是隔離帶 這是隔離帶 當初環品的時候隔離帶啊 明明違法的 到現在沒有人要去處理 大家都在 逃避這個事情 這個隔離帶啊 你回去翻 翻那個環品書 隔離就要隔離污染啊 怎麼可以把整塊地 割掉 而且蓋一個小學呢 許碩分校的舊子 把它蓋到這裡來 這是2.3公里 這是0.9公里 離VCM這個場 我在國外 不管在歐洲 在日本 看到這個以後 全場都寂寞 說你們是哪個國家 怎麼可能 對小孩子做這種事 我無言啊 現在正在西亞 一幾字還有VCM 整個 整個 整個賣療香 都有污染 越接近越大 這80 增加的80是 大人 眼睜睜現在 把他推回去 中央都 雙手手 跟我就沒有關係 雲林縣呢 是軟手 所以跟我沒關係 因為地方就要這樣 我跟你講 這歷史會 回來找我們算賬 全世界 只有 只有台灣現在在發生這個事情 像二次大戰的 納稅在把一個小孩子 把一群小孩子用到集中營一樣 這是什麼社會 不是只有雲林啦 髒話 髒話 大城鄉 身上的污染湖 從去年做到今年 一樣高 10公里內就跟雲林一樣高 10公里到20公里就跟雲林一樣高 所以這是跨縣市的問題 不是只有雲林的問題 增加了5.5倍 南風吹起來的時候 他們就有這些被害 這個我今天就不看 火力發電廠是主因啦 講來講去啦 台灣空氣品質會惡化 陳處長 你以後花園第一個就是 火力發電廠 在全世界皆知啦 不要在那邊什麼交通啦 交通都分在 個別的縣市 可是火力發電廠我來告訴你多汗 有沒有看到1月18號 有沒有看到這個 紙報的時候 這邊都沒風啦 所以空氣污染不好是因為天氣不好 天氣本來就這樣沒有污染 天氣好不好有沒有關係 怎麼可以這樣講啦 怎麼可以說 空氣品質不好是因為天氣 天氣本來就都會這樣 台灣海峽下來 他就是 你看這就是無風的時期啦 有風吹下來 然後就 就吹到南部去 無風的時候就紙報 多高 六七個小時啊 從現在就開始 這是凌晨 的四個站 140起 你只要看我把它拉長一下 無風的是藍色 只要是無風的 而且是半夜 請問 台西測站測得到PM2.5最高的半夜 還是交通嗎 就是那邊的 工業污染連排放 風不吹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要告訴我們 它的含容量就是怎麼差 我接一點那個以上五的時間吧 可以嗎 還是我就停到這裡 再停禮拜就好 這是大陵 大陵的一場 高雄大陵的一場二場 他廚藝因為要改建 這是好的時機 一百零一年兩千 二零一二年 九月 停機以後 大陵廠在這裡 銀遠側站在這裡 大家來看看 這是左邊是 大陵廠 兩個藍美發電廠 發電廠 還在運作的時候 顏色越深 濃度越高 西北方就是大陵廠 對不對 他一停 PM10降成這樣 PM2.5降成這樣 二氧化鈕降成這樣 氮氧化鈕 誰說 台中 國立法電廠降載沒有 也是降假 不是降假的 就是 它的污染防治設備是爆假 這個告訴你完全停就有效 多麼有效 你看 紅色的是 停機前 綠色的是停機後 兩座 停掉有這麼大的效果 多大 三年內降 三年內降16維克 林岩站 橋頭站 降18維克 我們國家標準是15維克 三年降了一個國家標準的 怎麼會沒效呢 那還是小電廠而已喔 不信我們來做實驗台中電廠關一下 這邊空氣會不會好 你 這個 6000的 7公升電廠 通通關一下 我跟你保證 我們來做這個實驗 這個是我們國家自己已經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人家 降到這麼低 然後台西麥窯現在變成工業區裡面最高 所以我就去呼籲 高雄的立委說 他蓋好了以後 是不是告訴我安保署 不要讓他再回去燒煤 不管他叫做什麼 什麼多先進 都沒有用 不要燒是最有用 就是看看這個的變化 如果用小值最高值 可以降到接近30維克 你看多有效 要止暴的啦 減少止暴的機會 今日的台西是昨日的靈延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六清的時候 台西是這樣 有六清以後 台西變這樣 靈延變這樣 怎麼有一個民主是這麼愚蠢 要在同一開始 土地上不斷在做實驗 所以那時候我剛好做六清新建前 台西就對到我 引領座 那個臨遠座 烏覽主 你知道那時候小孩子的氣喘 我剛講的那個 就是現在台西的 我們在台灣的兩群小孩子身上 重複做了這個實驗 疑心何忍 這種實驗有意義嗎 所以實驗病 跟我們的PMR點股 剛好是盤蓋同一區塊 你來看看 這個是國家我們2014年 台灣的平均PMR點股 所以今天在排名第一的地方開這個會是蠻有意義的 不過是很悲哀的 所以我們就去看 用雲林南投加益 人群加全的結果 月紅色的 你就可以看到 我說這四種病 所以雲林 21.8% 南投21.7% 高雄21.6% 那四種病 都是空無造成 這用全世界在算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在算 疾病負擔就是這樣算 不要在每次講 健康的時候說 我看到 國健署什麼統計 都是 不科學的 沒有用的 如果我們的官員 不會引用這個 一天大晚講那個來騙百姓 令人痛心 可是你總是亡人數 因為人口越多就死的越多 所以 新北 一年空乎死 那四種病死的 八百七十多 高雄 八百二十十九 你看高雄人沒有新北那麼多 可是他死那麼多就是汙染 那我們 比你更是啦 比你是人家人口的多少 四分之一 可是你死的人數是人家的 二分之一而已 這個就是不公平 年齡越老 死亡越多 總而總結來講 在台灣 第四位 空氣汙染是造成 我剛剛講的 這幾個 不管是哪個性別 第四位 人民 完全沒有辦法控制 第四位高的 致死因 我們不去控制他 所以要怎麼辦 要降到WHO的時 這是Long Way to go 要多久 以新竹戰來看 環保暑的 到2020年 最好最好做到20 要做到15 要2026 所以整個策略要改 不積極 這個就是 每天在 在殺人 殺人的 空氣汙染防治政策 不是在救人 空氣汙染防治 要怎麼看 你看 如果你用屏東跟台東 南口跟花蓮 新竹跟宜蘭縣 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 交通量 我們的工業區 就是造成的 這樣的差距 所以我們要做到15 沒有問題 看我們要怎麼做 是有例子啊 這個都是台灣的啊 不要講什麼模式 就是台灣的例子啊 你看看這幾個縣 跟你自己的縣 你要怎麼辦 該關的就關嘛 該改的就改嘛 啊不然什麼 你就是不可能啊 我另外一張 差不多1150度啦 燃煤啦 我們就是要處理 這1150度電的問題 張忠謀昨天去 在那邊抱怨 有用嗎 這就是當年的 辯論啦 大家知道嗎 要兩個政案辯論啦 所以 就沒有去依賴 這最近很有名的 我如果同意台獸 我會是宜蘭的千古追 看了這張圖就知道了 對不對 不是嘛 30年就驗證啊 你要這樣 還是要這樣 啊有權有勢的 有公權力的人 你還要這樣嗎 今天這樣 一個禮拜後 很容易有畫這個圖啦 一年後 也畫這個圖啦 這承認啦 我們就選擇的是生與死的問題 永續的問題是生與死的問題 那大家都把它講成 以下講了以後就一道堆技術 啊這個學者講這個模式 那個學者講模式 公開討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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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過的每一篇都在國際期刊 台灣人不看 世界各地的人都在看 那很多人講的 都是只講給環保官員聽的 連民間都聽不到 聽了也覺得他錯誤滿足 可是他變成聖經 怎麼會這樣 我們國家怎麼是這樣在做 我上面的每一個數據都是環保署 collect的數據 我使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 我們納稅 有政府 收集資料 不是要為了社會用嗎 那怎麼不用呢 視而不見 視若無疑 讓殺人政策一直在延續 那今天 這個場次的議題是 PN2.5的大眾健康與風險 那剛才詹老師 因為我知道詹老師會講 很多很清楚台灣的案例 所以我想我就不需要再去講那些事情 PN2.5的 對健康的危害 大家上網看就好了 我們也不用再重複講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 那到底這個 風險 如何 讓大家知道 那我下一個指標 就是 我們要呼吸的人權的話 人民要如何跟PN2.5來鬥爭 那這個嚴肅的議題之前 各位看一下 兩天前從日本回來 剛離開東京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到 他們的空氣是這樣 那我太太 是日本籍 她說 你們台灣 有 像詹長全老師這樣的學者 非常的不簡單 日本在發生的核災之後 學者都滑去哪裡 台灣沒有發生核災 台灣有PN2.5的危害 學者都滑去哪裡 要像詹老師這樣子 要像詹老師這樣子願意出來 為人民發生的學者 在日本也找不到 她很希望說 希望日本有一個戰場權 那 看這個 飛機上面看下去 到台灣就變這樣子 這個是哪裡 各位看清楚一點 這是雲林 到了台中 然後再往南 就是這樣子 這都是從 幾萬公尺的高空拍下來 那我本身呢 其實 不是 詹老師的學生 也不是 學這個 空氣污染 也不是職業醫學 也不是環境醫學的專家 那我其實 我本身是這個 安寧病房的醫師 照顧這個默契的人 當然常常也會照顧到 王家的企業下面的員工 那 這個我就跳過去 那安寧療婦的工作呢 其實就是陪伴死亡 陪伴死亡的過程 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但是陪伴死亡的那個過程 也會 聽到很多很無奈的事情 例如說 從在某一家企業下面工作 然後大家都得同個病死掉 這樣的故事 很多 那 各位 知道 在台灣不是只有空氣污染 其實在台灣 你要好死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各位知道說 健保四千多億 這個安寧到底有多少錢 特別是像在雲嶺 這種地方 醫院 沒有很多 醫療資源 不是不是很多 我們鄉下很多人都希望在家裡 那這個時候 你想要在家裡也不一定可以 有沒有人知道 我告訴各位 四千多億裡面 只有六千萬 所以你想要在台灣 所以你想要在台灣 想要好死 想要在雲嶺這種地方 非常的困難 那 我呢 開始關心空氣污染呢 其實是從我家門口開始 那一天的這個 P&M2.5 讓我們家門口的百貨公司都能見 所以 做這個遠不遠重 對我來說就非常的嚴重 那我記得 2月25號那一天 就是一百二十七 就是詹老師放在圖 兩年前 大概 一年多前 所以呢 如果今天再不改 十年之後還是這個圖 那個時候我可能 已經不敢再住在這裡 坦白跟各位說 所以呢 當周圍的人都不關心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沒有辦法 說靠一張圖 讓所有的人都關心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手段 那我在想說 這樣的一個風險呢 它其實 就是要透過認識 如果呢 大家不曉得 那都不是風險 老師做的研究再多 再好 再清楚 大家沒辦法聽進去 大家沒有危機意思 沒有辦法 透過 選舉或者是用其他方式 那都沒有辦法 所以呢 一定要想辦法讓民眾 來認識恐怖 這就是我今天 跟大家報告的主題 所以那時候一開始呢 其實 我們也不是很懂啦 我們就 先來成立一個 一個網路的團體 然後來邀請 學者 邀請這個 關心這議題的環保人士 大家來參與 然後呢 那個時候 如果 我剛才有聽到 為什麼交通車站的資料 一直到現在沒有公開 還沒有納入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是說 資訊要公開 資訊要公開 要透明 大家才會知道的問題 資訊如果都不公開 沒有人告訴你 那就不會有 這個風險的意思 然後呢 那 議題要讓它擴散 所以呢 我們就 自己寫新聞 自己做圖文 做的沒有很好啦 都是業餘的 一面看病人 一面 寫新聞 這樣子 寫新聞 然後發出去 然後引起這個 這個 然後 那個 報導 然後呢 也要引用資料 例如說 就是做一些這種圖片 然後放出去 那這個 很早就我們就做了 讓大家知道 MIT 不是都是好的 那 想辦法讓民眾有感 民眾看不懂 有些民眾其實根本不失智 或者是他根本也看不懂數字 你如果說 10 20跟50跟100 你如果說一樣 如果不是買菜的錢 都一樣 那怎麼辦 那後來呢 其實我們發現 空氣困難 大家都是視而不見 視而不見的 所以我們就 透過一些 土片 那教民眾說 欸你看 這個噴水池不見了 這我們嘉義市中心 這是多少 那是多少 又看看 插多少 等等 那很好的時候 也要讓他知道 不然他永遠都知道不好 他小朋友從小到大 從來不曉得什麼 叫做好的空氣 像這個後面的山都看得到 這就是很好的 這是十五五 這是十五五 就是用這種很簡單的方式 自然叫民眾 讓他可以了解 他才知道說 他今天不用看防暴室的 他出門也知道 那是否好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就是 生活化的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 放到網路上 教民眾看 所以這是 善意間的 每日觀察 然後呢 製作這個簡單的 圖片 還要教他們怎麼觀測 說你 你還不知道說 今天是 起步 還是說這是 買海 你就是 選中檔的時間來看 然後教他們看這個 觀測點 至少要看兩個 至少要看三個 像這個醫院 有的都看不到 那就是今天很不好 那個 口罩要刮 等等 那 透過這種方式來 來讓民眾 認識 那這個是像 那我們通常都是 早上起來的時候看一下 晚上睡覺的時候看一下 就叫民眾這樣子 像有一天 晚上看的時候發現很嚴重啊 很嚴重啊 奇怪 工廠都二十四小時 啊我不知道環保署剛好二十四小時在上班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沒有關係 晚上我們就幫環保署的班 我們就幫他發空隙子 發出去之後 那一天 隔天早上起來 公眾電視又打電話來說 你那個新聞 好像破萬了 很多人看 十萬有破門紀錄這樣子 一個晚上 所以 如果政府失職就是 人民自救 所以我們自救鬼 就是叫入夜之後的空隙警報 自己換了 沒辦法 所以我希望環保署 也要學習二十四小時上班的精神 跟我們醫師人一樣 這個不會很難 只要有人願意輪就可以 那 這個呢 風險的這個感知呢 其實民眾是很被動 你會發現 一個人 十個人 一百人跟一千人 都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就取決於我們的 不管度到什麼程度 所以今天這個議題 要能夠改變的 就是不光讀要不高 什麼時候最高 下個月就要最高 一月份要讓它變得更高 選舉的時候 這沒有辦法 這是台灣的生態 所以呢我們就 操弄候選人 那就是 請候選人都來拍拍桌 然後來簽承諾書 所以承諾書 簽的時間很重要 然後要請他們成立這個空母委員會 讓這個 民眾可以參與 讓專家學者 可以參與 我們嘉義市的空母委員會的 好幾位委員都在 都在這邊 那 透過這種 要用 示範的方式來 來消保 再來呢 就是 議題 要不斷的這個更新 不是呢 讓這個 空氣污染追著我們跑 我們要創造議題 來 追著空氣污染跑 這樣子呢 社會才會討論 所以呢 創造社會爭議是有必要的 例如說 剛剛老師講 南北差異這麼大 很多人都說我們要和諧和諧 和諧到最後 連居家寧的錢都不夠用 這個和諧是沒有意義的 有必要的創造社會爭議呢 才有辦法 讓這個議題的曝光更大 所以呢 南北的對立呢 有時候也是必要的 還有東西的被對立也是 再來 例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那個 空汙棋的議題 其實一開始就是我們 操作的 空汙棋 可以解決空汙嗎 很多人 看到空汙棋就開始 那沒效 沒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情 怎樣 可是 不能解決空汙 可以製造議題 可以讓大家關心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做空汙棋 那這個也是我們做的 這是自我感覺良好 因為那時候那陣子在流行 自我感覺良好 那 他當然這個上行下下下來就會變這樣子 那我們就讓大家知道說 一樣的這個 濃度 你看人家做的網頁 我是覺得環保署可以直接參考他們就好 這樣民眾才看得懂 這個網頁 因為 你去社區問 什麼人看得懂 沒有人看得懂 做這種了解 這種網頁 你自己看就好 這種的還是民眾在看 你說的事情 民眾也看不懂 我們沒效 那像這個 這個他也看得懂啦 他也知道說這個比這個嚴重 看顏色他就知道 所以呢 這些 這些 表達的方式都非常重要 我看過世界各國的這個環保署的網頁 在展現空氣汙染的部分 台灣呢如果不是最後一名就是倒數第二名 那麼 再來呢就是 教育部 跟著做這個空汙 空汙 那我們就是 做這種 對照的方式來讓大家了解說 怕差別在哪 怕差別在哪 然後呢讓民眾了解說 這今天就看不懂 譬如說 住在街市 連山都看不懂 這樣說可以掛綠色 可以用綠色 如果今天山有看 這樣到底是什麼顏色 所以呢這個 這個顏色跟他的這個看到的 就不對稱嘛 完全矛盾 那這種時候呢就是 會有差距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 要來教育民眾的一個方式 那麼 人民喔 就是 如果中央市值的時候 只好請地方政府來監督中央 這是我們選立委的 所以 今天回去每個人都要問你自己選區的立委 你的空汙政策是什麼 如果你的 你的 你的立委不是在東部選的 都可以問啦 在台北也是一樣 那人民要監督這個 地方的這個代議室 那嘉義市很快的 成立委員會 很快的就跟人家說 我也要來掛空汙漆 結果呢 掛那個不三不四 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就 馬上幫他開個記者會 跟他們說 這樣不行 那 媒體都 媒體策略嘛 小朋友都要帶來 幫他們戴口罩 然後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呢 是 突襲 這個 教育署 小朋友放在地上 問這個署署署說 不好意思 你說什麼事 什麼意思 你怎麼知道 各位都不知道 所以呢 不要以為他們真的知道 有時候他們只是 我們 醫院說叫by order而已 就只是 接受指示而已 所以呢這個 這些都是有必要的 就是找名義代表啦 唯事啦 這個就是典型的唯事 就是這樣 但是唯事有時候是要唯好的事 這也是 都是應該要做的 所以 我希望說 不是要只有嘉義做 大家都要這樣做 這樣做 才有辦法改變 那 像我們建空盟做的這個 年曆 那我相信這個 就是說用教育部的標準就是長這樣 粉刺太平 全部都是綠的 那你用美國的標準就全部都變成黃的 這樣對方 那就是透過一些 方式的來教育這個媒體 例如說我們就 教育我們地方的 地方的報紙 然後呢教育到他們自己可以做出這樣的表格 還可以表示我們成功 然後他們會 隨時來看這個新聞 沒事就問一下說 余醫師好最近那個空盟新聞要看什麼 我們就給他一些主要 就看上去 所以呢這些 都是有必要的 然後嘉義呢 後來就改成美國的指標 我們當然是希望有台灣的指標 但是沒有辦法的時候 不得意的時候只好這樣子 聽說這個活動辦了之後還有民意代表來講 國民黨的來講 唉唷啊你怎麼找完了 我也很關心公屁屋 所以 只要有做 只要有做 他們都會來 都會來 那再來呢就是 這個美感的問題 事實上 我們發現 只有在學校掛是不夠的 所以呢 我們看到 有這個反合級 然後我們也來做恐怖級 這是我們真所掛的 這是我們真所掛的 就是小朋友來看診的時候 每個都問 今天什麼事 有什麼事 哪一間國小的 然後就把他記錄下來 然後呢 再一併送承到這個 市政府去 給他們知道 到底哪一些國小有在做 國小沒在做 所以監督政府是要這樣監督的 監督政府不一定要到 立法院去開記者會 隨時隨地在你的生活中都可以做 你今天 不管你是開餐廳的老闆 或者是你是 這個 補習班的老師 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在補習班 就問小朋友說 今天學校掛什麼琴 那是什麼意思 那這樣子的話 每個人都問 大家就會知道 那像這個我們家裡的店家也會自己掛 自己在店家裡面去 去掛 空母琴 然後這個多角化經營的方式 那 遊行的時候也拿來用 就是 6月6號的時候我們辦一個 全國性的遊行 那也拿出來用 拿出來用 這些都是一些 增加曝光的 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 這個整個 空屋的醫師要起來 一定要做教育 一定要做教育 所以呢 這個嘉義市政府有辦很多的培訓 當然坦白說我們也知道有一些 是為了辦而辦的 但是 有辦總比沒辦法 那要辦就要辦得更好 所以呢 像荒野呢 也很積極 而且接下來 也會有 這個 民間自己的培訓 也會出來 這些都要做 每個地方都要做 那我有幾個這個 建議 像這 例如說 最近呢 黃高屬 這個當然被罵翻天 我就不要講了 緊急應變 那我們就趕快出這個 民間版的 那你要講得夠清楚 你要講到說 要戴口罩 要戴什麼口罩 不是說躲起來就好 關窗戶要關到什麼程度 然後呢 什麼時候要怎麼樣 這些都要做 好的時候也要做 不好的時候也要做 都要做 不是只有不好的時候而已 然後口罩呢 要N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些都要叫 這些都要叫 雖然說沒有百分之百 但是有戴還是比沒戴好 像葉醫師今天就有戴 然後很多民眾都很擔心 最近空氣信息都大賣 但是呢 他們都不敢來找我 那這個是我們家的 這個就是 去年九月到今年九月也換新的 就是這樣 都沒有拿出去外面 我不是在路邊那裡用 當處理 這樣而已 所以 這些都是 教育民眾 讓他知道說 這東西你看不到 真的不好的時候 你的肺就是這樣子 那我有一些建議啦 例如說 這個我是覺得未來應該要考慮 就如果說這個 沒有辦法短期的改善 有很多很多的困難 我們都知道 那你 你有錢可以買 子宮頸疫苗 那為什麼沒有錢 讓這個小朋友的 在教室裡面 至少空氣很不好的時候 可以開空氣信心機 減少他們的危害 當然這個最好 如果有研究 來支持的話 會是更好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等到研究都做完 都會不會 那最後呢 我後面還是要提一下 就是我們 公共衛生的這個 概念 如果我們只是 所有的民眾都只是期待 趕快施捨給我乾淨的空氣 還是說這個 政府呢 很快就會改了 如果真的有這麼簡單 那今天我們都不用坐在這裡 所以呢 我們應該要追求的是跟 民眾呢 是一個 夥伴的關係 把他的 能力提升起來 教他知道怎麼看 什麼叫做好 什麼叫做不好 哪一個候選人的 真的會幫我們做事 哪一些候選人不會幫我們做事 哪一些官員有沒有把他換下來 那這樣子呢 才有辦法 通往健康 避免風險 那我想喔 引用 詹老師的話 最近去演講都喜歡講這個 我說放詹老師的影片給他們看 沒有人跟你有難同當 你要自救才會改變政治 因為問題的最後都是政治 今天我們在這裡 的最後也都是政治 但是政治呢 並沒有辦法解決 根本的 結構問題 根本的結構問題 還是要透過這個來解決 那根本的結構呢 最後還是要 啟蒙 社會大眾 啟蒙人民 這樣子呢 最後呢 還是需要透過教育 所以今天在 環球科技大學辦這樣的 研討會非常的有意義 教育呢 才是 最後改變的可能 不然今天又換了一個政府 馬上又換了 這樣不行 只有人民自己的決定 才能夠 保護自己的健康 前一陣子如果大家看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 就是有一個小四的學生投書 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是我女兒 但是問題是我要怎麼講這個例子 你說老人家我就知道 是因為你女兒 他才會去投書 可是我要講這個 為什麼要講這個議題 是因為 我跟他討論 他每天沒有辦法上體育課 他說他PM2.5 嚴重到這種地步 每天出去臭的要命 然後老師跟他說 你每天給我就跑三圈操場 那我要怎麼樣 我等下給東海大學的 這個東大副中的校長 還有東大副中的校長 都沒有人理我 我要等下去是complet 然後呢 因為老師不懂PM2.5的嚴重 那我跟我的女兒 討論過之後 他就決定自己寫 他是完全自己寫 我也沒有幫他改一個措字 都沒有 只改了一個措字 叫公盾的盾 其他我就隨便看看 我就說好你 那你跟我說你要投 他說他要寫給誰 我說我們可以來討論寫給誰 然後說他就決定要投 寫給這個未來的 總統 就是蔡英文 那我要講這是什麼事情 當他寫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你看吧 是他一定是要爸媽幫你幫他寫的 當網軍很多亂七八糟 他一定是爸媽幫你寫的 那我要覺得是什麼 我們其實這個整個社會 其實不尊重一個國小的學生 他覺得臭 他覺得不舒服 他可以有公民意識 叫公民不服從 我們不認為一個小學生 他可以有公民意識 就像你們在座的 就是說同學 很多同學 其實有公民就說其實這是很身體性的感受 那 他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他在網路上一寫 公民小孩子的這個公民認知 被 大家就說你為什麼不 不罵馬英九 為什麼只問蔡英文 對不對 那因為很多網軍 因為只要你質疑蔡英文 很多人就出來替蔡英文護航 那當然我有問我女兒說 那你要不要 你為什麼不質疑蔡英文 他說因為馬英九沒人理他了 東森新聞說要來訪問他 我不讓他訪問 因為我知道東森新聞 現在媒體會把這整個搞砸了 就是把他的很良好 很良善的這個 的這樣子的一個企圖 把它變成又是藍綠鬥爭 那所以公民服從 我覺得其實有一件事 就是剛剛看到的 就是說 在場也有很多年輕人 基本上也不太相信 我一般人其實不太相信 政府講的這些 比如說剛剛講的大貨車 事實上空路 誰好 覺得很好笑 大家都覺得很好笑 但是我們的政府還是不斷的在 在打 那這邊有個圖是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最近有常去印度 我就覺得我們台灣沒有比印度蓋狗兇多少 台灣也許 我們都覺得我們是發展很好 印度是一個發展中國壓 或者落後國家 其實我覺得 以我們高科技產業所 這個高的污染 搞不好呢 只是印度人比較沒有錢買得起 大部分沒有錢買的 空氣清晰機跟冷氣 但是我們其實比較多 我相信是有很多時候 我們 這個什麼 這些高科技產物所 這個 排放出來的 這個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我們並不是一個 就是說看到 印度也是污染是非常的嚴重 我並不認為台灣其實 就比他們好到哪裡去 那我們有一個重點是 像我們最近 那個我看了一些資料 大概就是說 環保團體會議就會說 包括高雄的親友店長 中鋼這些 就是中部不能再複製 南部的模式 所以呢 我也有看到一些論述 就是我們認為 面對經濟部的產業政策 我們只是要講說 國家是無能的 是腦袋或是政府的腦袋有問題 那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 我今天要講的 就是說 我覺得未來我們可以在 運動上更去談到一些 比較重要的 譬如說我們如何抵制台團 為什麼主政者會這麼的被動 政府如何被財產綁架 大家都知道政府是被財產綁架 經濟部為什麼要扶植石化工業 為什麼會犧牲台灣的農業 跟中華企業利益 或是其他的 為什麼 那我覺得這裡面 台灣政府會常常有一種說法 大量的國際競爭進入 我們不趕快搶進的話 會落在這些競爭的後面 就是一般的 政府的說法 但事實上普遍的民眾也不太相信 但是事實話 就是前幾年的 反國光石化的時候 其實也有聽很多論述出來 那包含就是說 石化業是落伍的產業 下午的產品也都要輸出 這個 剛剛也有老師講到 70%是輸出的 然後呢 其實事實上以中國 這麼多 需要的這個需要量 他們也不會care 或是他們也不見得想在台灣買 所以其實石化業本身就是一個 很落伍的產業 那所以 我覺得有一些 我這邊找到一些資料 包括是苦勞網的 早期的資料 就是說像石化 台塑與石化業 存在真的代表經歷發展 因為我們常聽到的是 一般人覺得說 經濟跟環保要 可以平衡 昨天台積電 鄧中某也說 他覺得 環保團員為什麼要 抗營呢 因為經濟環保可以平衡 可是我經常覺得說 如果我們沒有對經濟發展 這個概念進一步的去討論的話 事實上是 沒有用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石化業的產品 大概 大概 總來說就是 就像 苦勞網的記者就曾經問過這個問題 說 台塑集團為什麼一定要抱著這個地方不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如果說石化業下游產品 早就有行銷到中國 或是 大多數外銷的話 那麼為什麼 其實台塑也很想走 為什麼不走 那可能包含很簡單 因為政府不讓他走 這當然苦勞網 他們的一個記者的一個討論 那石化業 不讓石化業上游到中國去投資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 很有趣的問題在於說 我們的政府有一種說法 石化業的產能或需求 等於台灣的經濟成長 譬如說乙烯的產量 所以他們認為經濟成長必然導致石化原料需求的增加 一個沒有石化業的經濟體是不可想像 在中國 在台灣政府裡面是這樣 認為石化業 以稀的產量 等於是 這個 等於是經濟成長 那所以 像苦勞網的記者就做出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圖表 那他提出來的 其實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基本上 這個假設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這個石化業的產能 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 有問題 體濟成長 並來導致這個需求的增加 一個 這樣子是 是真的嗎 可是我們發覺 我們其實大部分都是外銷 事實上 它是一個 就是說連中國可能不見得 需要買的一個 一個產業 那我們會發覺說 在政府與台塑環境污染之外 政府基本上是縱容台塑 包含 在嘉義新港的台塑ABS廠 新建之前是縣政府之力 替私人企業協助 他土地 土地強制生收 後來呢 一直發現了有一些 臭氣外泄的現象 那政府官員要進去這個調查 就是他以協助這個企業 但事實上要進去調查 被擋在外面 像我這樣子的事情 本身就發覺 政府希望要是縱容 那或者是說1998年的時候 台塑汗污染 委託 委外 到柬埔寨去丟 就國際變成一個國際醜 就是說 台塑的拱 丟到國外去 那因為台塑在這個 國際龐大壓力之下 運回台灣處理 那王永齊很聰明的 買進了一個技術 就是 拱污泥的一個 除染技術 解決環保署的窘境 自己也賺了一筆 為什麼 因為後來台灣不明原因的 就是說 在台灣也有些拱污染的污泥呢 環保署就不再去追究 到底是 你台塑呢 是台塑這個 是台塑做的 還是來源是哪裡 而且直接因為王永齊買了一個 這個機器可以去處理 所以他就直接跟 九千萬的錢拿給台塑 請台塑去處理 這個 這個回收 這個 回收的污泥 所以我發現這整個都是政府在縱容台塑 甚至還給他們好處 那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裡面有一些 環保的議題裡面有一些 包括就是 跟流台灣 我們常常在問到就是說 企業必須要跟流台灣 這樣子 但是只要環保跟勞工 也要求環保跟勞工的權益 就是對企業跟流台灣的一種主案 所以我認為台塑王國就是國家特意打造放行的結果 燃煤電廠是 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就是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 也要 我是覺得我們常常在討論這些財團 的問題說 就是說環保運動 應該要更進步的去了解 這個財團跟國家的關係 那這個部分的研究 我覺得是可能還是不太夠的 包含 石化工業 它本身可能是在七年代開始就 怎麼樣的是結合國家跟本土資本家跟跨國企業的參與 然後在這裡面 那 地方的資本家需要外國技術 跨國企業 也分 有沒有 也分了台灣巨額的間接出口市場 國家跟黨營企業又是怎麼樣 互喊 所以我覺得這些其實我覺得都是 要了解說 這個財團跟政府為什麼會結在一起 它其實事實上是有哪一些的 歷史的脈絡 我覺得是蠻重要 那當然 剛剛有講到很多的 包含 楊誠 或是說 因為剛剛前一個 這個 我的時間快到了 前面一位 那個張喬 張喬 有一些事 對 你可能聽到 就是我會覺得說 常常很多人都在講說 不是只有公部門 民眾也要努力 那這種說法我常常覺得說 其實像對貨車或是說機車族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很弱勢的 這是最窮的一群 那你基本上 你在政治上 可能很容易去 抑制這個 但是問題是 這種說法其實已經沒有人相信 民間已經不相信這種流行病學的 這種這樣的 科學的調查 所以這個剛剛有講到 很多 那我想 最後 我只是講說 我覺得在 像在美國 一個叫環境乳癌運動 那就是有一群人他們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要了解到 是什麼樣的環境 我們不能再有這種個人化的解釋 所以個人化解釋就是說 你在什麼樣的 每次人家得癌症 你就說是因為 乳癌的人 就是因為他太胖 然後呢 這個空汙的人 就是因為他吸太多油煙 或抽太多 這個 肺癌的人 就說他抽太多煙 不是要這樣 我們要了解這個財團 化妝品工 塑化劑 除草劑 跟乳癌的關係 或是說 這個空汙的液體也是這樣 我們要破解 就是那種個人化的解釋 要去了解 其實我覺得很大部分 是大工廠的排放 那要怎麼樣去能夠把它 壓抑 這樣子的一種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非常可愛的 馬上 今天 就說 還可以 這個空汙 反正